孔雀开瓶 森林里有一只小孔雀 它开瓶的时候非常的漂亮 可是它却总是很胆小 很害羞 总是在没有人的时候 才会开瓶 它的妈妈很担心它 并告诉它 孩子啊 如果你经常这样胆小 腼腆 以后你可怎么办呀 不久之后 森林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悬眉比赛 许多动物都积极主动地去报名 都想通过比赛 向别人展示自己最美丽的一面 有美丽的小白兔 也有可爱的小牛 还有别的小动物 孔雀妈妈鼓励小孔雀也去参加比赛 我们孔雀开瓶的时候是最美丽的 没有什么动物能比得过我们 孩子 你不要怕 大胆的去试试吧 可是 小孔雀满脸害羞的躲到一边说 我不行 妈妈 我害怕 那么多观众都看着我 怀在高高的台子上比赛 我会出丑的 正在这时 之前无意中看见过小孔雀开瓶的小猴子跑过来 安慰他说 小孔雀 你就听你妈妈的话 去参加比赛吧 我看见过你开瓶 真的非常漂亮 我敢打赌 森林里没有谁比你更美丽了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拿到第一名的 听了小猴子的话 小孔雀鼓起勇气去报了名 比赛那天 当小孔雀站到舞台上去的时候 看着台下黑压压的观众 小孔雀非常紧张 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 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双手开始发抖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但是一想到妈妈的话 想起了小猴子的鼓励 想到这是他克服胆小 害羞的第一步 他决定勇敢地去面对 所以他坚定地把自己美丽的尾巴张开 就像一把漂亮的扇子 他终于在公众场合开庭呢 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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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子下边一片赞叹声 小孔雀在台上开心地笑了起来 最后 小孔雀获得了选美大赛的第一名 大家都赞美说 小孔雀开屏真的太漂亮了 我们从来都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开屏 我们从来都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开屏